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说到一个大臣李刚 还有老将宗泽 对赵构是属于那种严父慈母这样一般的引导 想在实现当中对他加以教育和锻炼 但赵构就像是一个叛逆的少年 根本就不按长辈说的路子走 他就喜欢还跟户户一样 跟他手下那些什么黄浅扇那些打交道 使得这些主战名臣们操碎了心 不仅如此他还不断翻新他的逃跑计划 这一来也使赵构成为我们古代皇帝当中的奇葩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般皇帝登基我们都知道 肯定都有个新官上任三八伙 有这样的热情 广开沿路 从见如流 基本上都是有那种 我得做出一番新成绩这样的报复 但人家赵构当了皇帝 压根就没有从本质上重视过国家大事 重视过社稷 一心就想着如何如何逃离前线 逃离烽火硝烟 当时年届古稀的老将宗泽深入汴京城 尽心尽力为高宗皇帝扫出了一切安全隐患 然后不停上书 就求他 求皇帝回家汴京 高宗皇帝赵构他会接受宗泽的书奏吗 真能回到汴京吗 我们本集会细讲 细讲之前也希望大家多多发弹幕 互相交流 我们上一集说到 老将宗泽到了汴京之后 继续统领当地人民 抵抗金军的入侵 同时不停上书 请求当时赵构皇帝回到汴京领导抗战 但赵构和他手下那些人 就一直在策划如何往东南方向逃跑 根本对宗泽的奏书 根本就不加理会 宗泽这位老将军 他在东京留守这个任上 他还立有另外一大功 什么功劳呢 就是剑拔了我们的民族大英雄岳飞 而在当时身为下离军官的岳飞 他由于擅自脱离另外一个异军统领 叫王燕的 犯法当斩 结果宗泽老爷一看岳飞 跪在那里 身板壮实 一脸忠厚 马上就叹息 将才爷 下令把岳飞给放了 岳飞当时擅自脱离王燕 这个所犯的罪名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但是当时属于乱世用重点 因此他才犯了死刑 而宗泽呢 就在当时也是为了严明积累 他在汴京的时候 常常下令 斩杀那些违反小纪的兵将 也是属于当时的权谋所需 宗泽虽然为人出身 但这个人非常有统御之道 他经常呢 只身一人 头戏扶金 进入个个刚刚被那政府军收降 那些山代王的迎战 不惧不畏 即使是杀了某人的哥哥 他也敢立刻下令 让这个人率领大军出去破金兵 如此的恩威病师呢 就在当时当地是屡试不爽 由此呢 宗老将军在中原一带深得人心 不久呢 金军猛攻似水 宗泽呢 就交给岳飞五百名兵士 就让他破敌立功 以赎前罪 岳飞当时敢气啊 出营之后奋勇无敌 率领五百精兵 大破金人进兵数千人 震斩敌人萧将 大喜之余 宗泽呢 马上受岳飞为统治官 又交出镇图兵法 还嘱咐他说呢 你的智勇才艺可比古之良将 但你呢喜好野战 非万全之计 岳飞当时就朗言大道 镇而后战兵法之常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岳飞当时所言呢 也是他日后的用兵的宗旨 什么意思呢 就古兽打仗啊 双方都习惯摆各种镇法 用一个镇破另外一个镇 但岳飞就不喜欢按照常规方法作战 所以他就说 用兵战术是否巧妙 还是得靠灵活的头脑 而不是啊 按照这个固定好的镇图啊 去打每一仗 当时岳飞这几句话 说的老将军宗泽呢 也是连连点头称事 岳飞呢 也由此战而得名 我们想一想 当时如果没有宗泽啊 这位食材的伯乐 岳飞呢 这种非正规军出身的义勇 很有可能就默默无闻 或者呢 早就在乱金当中呢 就被胡乱杀掉 不久之后呢 岳飞啊 自己是上书言士 指斥汪黄这两个奸贼误国 希望高宗皇帝呢 欲驾亲征 咒书一上 汪黄这两个人就指斥岳飞 是岳职言士 然后就下令罢取他的军职 当时在宗泽鼓励下呢 岳飞并不弃乃 就前往河北地区 龟头宋将张索 献祭献策 张索呢 也非常信用岳飞 建元元年11月 就公元1127年 在高宗造构呢 就逃往扬州了 北方各地兵民 这个宋朝的老百姓也好 军队也好 一听说皇帝难逃了 大多是垂头丧气 宗泽得知消息之后 即刻上书 肯定高宗皇帝呢 赶紧回汴京 但照顾不听啊 依旧和他手下人快马加鞭 就往东南跑 金军在当时啊 又是立兵莫马 准备进攻汴京 宗泽这个时候 就派手下人刘衍 前往华州 刘达呢 前往郑州 然后呢 想分散金军的兵势 而金朝统帅金乌珠呢 就是那歪岸宗碧 得知这个宗泽 在汴京一带 早就有防备 因此他也不敢 直接向汴京 发动攻击 戒延二年 正月就公元一二八年 金朝的统帅金乌珠啊 他率领大军 已从郑州进至白沙 当时距离汴京 也非常接近了 因此呢 宋朝的兵民正恐 宗泽呢 是不慌不忙 马上派出数千金瑞宋兵 绕出敌后 啊 与当时任何金兵交战的宋将刘雅呢相呼应 前后夹击 把金军打得大半 宋朝大将张维呢 率军赶到华州 寡不离众啊 有人就劝他暂时撤退 以避金军的封锐 张维当时是瞻目大呼 避而偷生 我有何面目再见宗公啊 于是呢 他拍马五刀 即刻迎战 最终是历劫而死 宗泽德报 赶忙派出 他手下一个将领 叫王宣的 前往支援 但到的时候呢 张维已经战死 悲愤之余 王宣率领他所部的宋军 马上冲入战场 与这个金人死拼 最终呢 打着这一部金军 拜逃而去 我们要知道几年以来 金军在中原地区纵横无敌 这个时候终于遇到了 一个令他们心中生畏的 宋军统帅 这就是宗泽 不久之后呢 金军统帅部派出三个人来 前来拿着个招香书 招降宗泽 谁呢 宋朝湘金的将领叫郭俊民的 还有一个金军的汉将姓史的 以及呢 一个燕地的汉人 叫何祖仲的 宗泽呢 坐在大椅子上 就在大教场啊 大庭广众之下 见这三个人 他首先对着郭俊民讲 如果呢 你战败而死 尚能为我大义中鬼 如今呢 你为金人游说 充为口舌之使 你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啊 斩 马上把这人斩了 杨浩特又转脸 对那个金朝的将领 那汉将姓史了 就说了 我现在呢 是宋朝的东京留守 以死报国 你作为金将 应该率军前来进攻啊 与我死战啊 如今呢 以儿女之语 来恐吓我 饶你不得 斩 看到跟自己一同而来的 这两个人 脑袋咔嚓 都被斩了 就轮到旁边啊 那位和祖众了 就燕蒂的汉人 下了浑身发抖 对他呢 宗泽语气舒缓 你呢 本是我大宋国民 你如今呢 是被金人胁迫而来 不是你自己的意思 你赶紧回家 于是呢 民人把这个人 哎 松了榜 当场放掉 宗泽如此处置 在场的 啊 宋国军民见状 内心叹夫不已 宗泽呢 在汴京一带 声威日助 由此呢 金国的军将 啊 对这个占领区的宋人 讲起这位老兴雄 口中必称是什么呢 宗爷爷 当年三月呢 宗泽又招乡河北大道 杨晋手下三十万人吧 没多久 河西于巨寇 叫王善呢 雍众七十万人 准备前来呢 扣略汴京 宗泽得知消息之后啊 逆行而进 单人独计啊 就进入了王善阳盘 而且对他啊 弃圈 超廷危难之时 如果有像王公民啊 这样的人物啊 有一个两个 敌患就不足平 此时呢 正是您临危立功之求 希望您把握机会 王善听这个宗泽老英雄如此一说 你是非常感动 为之泪下 他等于就身为宗泽的高方令节啊 所感动 于是跪谢道 敢不尽命 马上下令啊 数十万兵士结甲 归降宗泽 由此呢 就在宗泽老将军的感召之下呢 汴京失陷之后啊 这个周围各地拥兵为王 占山为寇那些盗贼一百多万啊 都心悦成福啊 归于宗泽的领导 那么这些兵马呢 都分散在汴京的四周啊 就和这个宗泽遥相呼应 宗泽本人呢 也不敢怠慢 一直是募兵储良 然后呢 召集驻将 准备动过黄河呢 对金军采取进攻的态势 他手下的将领呢 就被宗泽啊 这一片忠心所感动 个个听命 在汴京地区如此大好形势之下呢 宗泽又是再三上书给宗高宗 就劝他 求他 返回汴京 但是呢 就没有得到答复 建延二年六月 中元一二八年 宗泽呢 就命令王燕 他率领首部兵马呢 向汴京方向集结 顿手华州 王燕是什么人呢 王燕自子才 他是上党人 这个人是文武全才 他曾经啊 入汴京啊 赶过五好 在宋徽宗面前呢 还献过武艺 后来 他跟随大将重施道 两次深入西夏 利用不少战功 那么 金国啊 进去军队攻陷变京之后呢 当时王燕啊 凯然弃家复国难 而当时宋朝的河北昭桃使张锁呢 就把他提升为都统治官 王燕当时就率领部下岳飞 班安民等十一个将领 大概七千多人吧 动过黄河 大败金军 当时金军也是大惊 以为这七千人是宋朝主力前来作战 然后就发兵数万人 把王燕的部队层层包围 敌众我寡 面对金朝这么多人 王燕当时也心惧 毕竟知道自己才七千人嘛 难与这个和这个五六万人的金军相抗衡 于是呢 就壁垒不出 而当时这个岳飞就胆特大 他也不听王燕的号令 率领自己手下数百人 而单独出兵和金兵熬战 混战之间呢 还夺得金朝那大盗 再马上四下挥舞 什么大盗呢 就是金军统帅的大令旗 由此呢 驻军征奋 收复了新乡 说的这大盗啊 我再多讲一句 古代但凡将帅出战 身旁一定会竖起这帅旗 就称之为大盗 那古代行军打仗的时候呢 士气和军心是非常重要的 双方一交战 这个士兵如果看不见他自己的帅旗 就看不见那大盗 就认为了自己这一方大势有气了 相反 如果看到对方的帅旗不见了 马上就会细心倍增 认为对方肯定输定了 得胜转天岳飞又率领了手下兵马 和金军激战 就在那侯赵川一带啊 我们岳飞大英雄当时是身重十一创伤 血战不退 而他手下的兵士呢 也是跟随岳飞死战 最终呢再次击败金军 王燕这个时候呢 就深恨岳飞不听自己节度 你想我没派你去你自己出兵 因此呢就不答应出粮 岳飞当时也挺绝 率领手下这些度中无粮的 那些鸡兵 哎 重新深入到金人的占领区 在太阳山呢 和金军进行殊死战 最后呢 还把金朝大将拓拔耶乌给升擒了 这拓拔耶乌啊 他是辽朝降金的将领 没多久 岳飞手下人马 又和大谷金军相遇了 我们这个大英雄呢 单继持杖拔铁枪 拍马而前 力杀金将 黑风大王于马下 看到主将被挑子于马下 金朝军队的皇聚褪败 说到这杖拔铁枪呢 我们大伙可能会问 我们的一代战神岳飞 评书啊 演绎啊 渲染他这么神乎其神 他到底使用的是什么兵器呢 如果我们在元朝官方编的宋史 这个里头 看岳飞连绅士啊 这个记载都模糊不清 这应该就是秦桧当权的时候啊 他们把岳飞杀了嘛 因此抹去这位大英雄不熟的 有关他绅士的历史文献 后来呢 岳飞就被南宋政府平反了 他的孙子岳科呢 写过是什么呢 金陀罪编 还有金陀罪编的续编 这两本书 特别是金陀罪编 一共二十八卷 都是这个岳飞传记资料的绘编 为什么叫金陀罪编呢 因为岳科啊 当时有个别墅在嘉兴金陀坊坊 所以呢 在那写成的 这个文件资料长编呢 就叫金陀罪编 根据这两本资料 包括宋史的一些零星记载呢 我们可以发现 岳飞的一生啊 主要使用的兵器如下 第一呢 就是弓箭 弓箭那种兵器 我们知道在冷兵的时代 最常用的 而且杀生力最有效的一种 岳飞最善用的就是弓箭了 根据宋史记载啊 非生有神力 未官 晚宫三弹 弩八弹 学射于周同 尽其数 能左右射 什么概念呢 我们要知道啊 在岳飞之前 宋朝的最高晚宫记录为三弹 三弹啊 就相当于宋朝的杜亮恒那个金啊 宋金277.5斤 岳飞呢 就又把这个记录又提高了 提高了22.5斤 岳飞不仅挽得枪弓 他的剑术还特别高妙 能够左右开弓 第二呢 岳飞使用就是长枪了 而且是铁制长枪 长枪呢 就是隋唐时代的长硕发展而来的 隋唐之后呢 长枪一直就是武将的 钟爱的这种制式武器 根据这个宋史记载 九术日 负玉敌 岳飞单计持杖八铁枪 刺杀黑风大王 敌众败走 第三呢 岳飞使用就是短刀 那么根据他孙子岳科 那个金驼最边的记载 岳飞乃独持营笛 有肖将五刀而前 仙臣以刀称之 刀入寸鱼 副八刀积之 斩其手 施谱兵上 这个岳科所谓的仙臣呢 就是指他爷爷岳飞 第四呢 岳飞使的就是简 我们一看评书啊 听评书啊 说到不少英雄用简 最有名呢 就是隋唐英雄的秦琼秦宝 他就用简 但真是历史当中呢 秦琼是不用简的 历史上的岳飞 他还真用过这种武器 根据这个岳科的金驼最边 啊 那这里面记载 战于曹州 新臣批发 徽四刃铁检 直犯鲁镇 世皆古勇 无以夷当百 大破之 追奔数十里 由此可见呢 岳飞不仅是帅才 不仅是将才 确实他还是单打独斗 武艺高强 数胜之后呢 岳飞也知道 回归王雁啊 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所以呢 他就前往汴京 投靠先前对自己有之欲之恩的宗泽了 宗泽呢 看着岳飞挺高兴啊 马上任命他为刘首斯统治 正是由于先前岳飞啊 在外面牵制的大股的金军驻一例 王雁那些七千人啊 才趁机连夜突围 血战过后啊 最终啊 这些人呢 在那个贡城西山结营 这个时候王雁一统计 兵员已经不满一千人了 已经死了六千多了 在这个西山建立据点的同时 王雁就派出啊 好多人啊 这个持着他的密信到各地 然后交接两河一带那些汉族豪杰 刺激在举 王雁这个人当时有名有本事 于是呢 金朝的军将啊 就悬以重赏 购求王雁的首级 王雁本人呢 这个时候已经深入敌境了 也是心中忧恐啊 自己的部下生辩 哪天再把自己给弄死 所以他每天晚上睡觉都换好几个地方 他首先那些将领呢 一看祖帅啊 如此操劳啊 非常心痛 相聚一起商量之后呢 大伙啊 一块在脸上刺字 刺八个字 赤心报国 誓杀金贼 以此呢 来向主见王雁表达他们的誓死 也没有二心的这种态度 王雁对此也非常感动 于是呢 更加爱护士族 每每呢 都和这个部下同甘共苦 很快呢 两河豪杰积极响应 一时之间啊 归附王雁有十多万人 这些人呢 也都在脸上刺字 所以说王雁率领这十多万人 其后就统称为八字军 我们要知道 往士兵脸上刺字 本来是唐末五代军阀 就怕军事开小差 怕逃兵 这想出的毒招 日后呢 建成俗立 宋军士兵呢 一般是在脖子上刺字 但是呢 这个都是军规所迫 被强迫刺字 你看现在 这些汉族兵士 自己主动刺字 完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一种 忠义的表现 忽然出现了这支八字军 金军统帅啊 面对这支忽然冒出的抗金力量 就感到非常的忧虑 马上呢 召集各部首领商议 就准备呢 这个发出数万精兵吧 和公王焰 结果呢 有一个被金军统帅 委认为前锋的这个金朝将领 听到这个命令之后 当郎一下跪那儿 泪下如雨 就祈求说 王统治兵寨金如铁石 位翼徒也 千万别派我去 害怕一个宋军将领到如此地步 这个是金军啊 这个营帐中的几年来 都没有出现过的 含有之事 金军统帅们一商量啊 也知道王焰的八字军不可轻视 就决定派出啊 禁忌啊 那些大量的这些精兵啊四处 攻袭王焰的粮车 结果呢 王焰早就有准备 啊 对这些金军啊 各个击破啊 最终杀掉了不少金兵 宗泽听到八字军这么厉害啊 也认为呢 王焰孤军不可独尽 就把王焰招入汴京城来议事 王帅受到宗泽的召唤 临行之前呢 他把那些手下那些指挥官啊 都招入大帐 然后给他们授以方略 就让他们等待河兵北伐的命令 然后呢 他自己亲自率领万余人啊 一万多士兵吧 然后开始巴营 向汴京方向奔赴 金军听说王焰巴营的消息呢 马上派出重兵啊 紧随其后 但是呢 就一直跟着 始终不敢对王焰的八字军啊 发动进攻 显然呢 这就是先前啊 金军被王焰的八字军给打怕 到达汴京附近 宗泽的命令就到了 就是命令王焰在附近驻兵 于是呢 王焰就把他所率的兵马啊 驻载在华州的沙殿 在各路英雄齐吉 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呢 宗泽又上书给高宗赵沟 表示呢 自己已经联兵百万 准备分路并进 收复山河 气求高宗啊 归还汴京 以图忠兴大业 不料想的宋高宗啊 又是胆小 又是私心 他根本就没有返回中原的打算 不久呢 手下那俩奸臣 黄汪这两个人 又派一个叫郭忠勋的人 担任东京副留守 派这人过来干嘛 就来刺查宗泽 而后呢 这两个奸贼又不停在高宗赵沟尔边 就说宗泽有反心 由此一来忧虑成疾 老将军宗泽是急火攻心 到了八月间了 他忽然发起重病了 重将呢 含泪问急 过来探视 宗泽这个时候强大精神 愤然道 我以二帝蒙臣 愤愤至此 如等如能奸敌 则我死亦无恨 这些将领听宗泽如此说 跪地感慨流涕 齐声回答 敢不尽力 毕竟是古兮之年 又得了重病 老英雄呢 很快就去世了 临死前 这个老英雄 宗泽就凯叹 出师未结 身先死 尝使英雄泪满金 当时呢 他用最后的力气睁开眼 大叫三声 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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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族逝世的时候呢 七十岁 当时汴京周围的 宋朝兵民听到这个消息 一路悲毫 那么老英雄宗泽死后 南宋的局势会如何发展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宋朝的酸馅是馒头还是包子呢 宋朝 我们看宋朝的一些书啊 笔记啊 史书啊 有一个词叫酸馅 对此呢 大家众说纷纭 有的人说是肉馒头 有的人就说这是菜包子 实际上呢 这两种说法呢 都是对我们大宋酸馅的误解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段出自南宋 有叫吴字幕的人 他所写的《孟良录》 他的记载 且如蒸作面行 卖四色馒头 细馅大包子 卖米薄皮春茄 生馅馒头 水晶包 笋肉包 虾鱼包 糖肉馒头 牛肉馒头 太学馒头 肉酸馅 更有专卖素点心 从食店 如风糖糕 七宝酸馅 读这个笔记呢 我们就可以看 它当中这个馒头啊 包丸啊 包子啊 酸馅啊 在名称上就已经做了区分了 这三种类别呢 就是等于是三种面食 制作方法呢 肯定是有所不同的 否则就不会有三个名称了 从这里呢 我们也能看出 酸馅呢 也有加了肉的肉酸馅 也有那种素馅的七宝酸馅 还当时就有分别 酸馅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宋朝有个人叫金莹之的 他写过一本书 叫《醉翁谈录》 其中有记载 人日 正月初期日 造面茧 以肉或素馅 其实厚皮馒头 酸馅也 由此可见 酸馅是一种节日食品 和厚皮馒头并列 说明酸馅的面皮啊 比当时的馒头皮就更厚实 那么它的馅呢 就是现在所说的酸菜 在宋代呢 叫做黄祭 上等的酸馅是由多种食材混合制成的 根据这个元朝那本居家必用室类全集 这本书记载呢 黄祭碎切 红豆粉皮山药片 加利黄油加 五味半打半糯馅包 瞧是这个精致发本 说这个当时这个酸馅 绝对是一道非常讲究的美食 原料还挺复杂 所以说根据现有资料看呢 酸馅还出现在北宋 虽然说酸馅有荤有素 但它的主流啊 在这个流传过程中啊 慢慢就归于素食 常被那些僧人用作素灾 一般人家啊 比如说这个办什么佛饰啊 这个做这个饭 给那个僧人吃呢 也当也常常呢 就做那个酸馅的食品 那么到了明清两代呢 酸馅几乎都变成素馅 所以说时间长呢 大伙就认为酸馅就是素食 就是素包子 甚至有人会认为宋朝的酸馅 就是菜馒头 那绝对是误会 没说中国史 说的你不知道的事儿 下次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